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韩国YouTube正在经历一连串的追星话题 其中一个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近期流血的吃播影片 吃播这几年来大受主流欢迎 人们借由看着别人吃下自己无法吃的份量感到疗愈 怕胖的人看了就好像自己也跟着吃了一样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那些网路上假吃被抓爆的大胃网YouTuber 相信有些喜欢看吃播的人都知道近期Bokey假吃事件 许多网友表示已经怀疑他假吃很久了 因为没有太多人能够长期吃这么多还能够保持身材 Bokey被指控吃播剪辑过的影片 掩盖了自己咀嚼食物后吐出食物背后的事实 原本只是怀疑他直到最近直到他私底下接夜配 却没有公开后揭露怀疑他假吃事件 现在他庞大的订阅还有其他眼尖网友 开始一一抓影片的漏洞 不管是放慢转向 他们发现Bokey时常会出现一个举起一根手指的动作 只要这个动作一出现 萤幕上的食物就会不太一样 也是Bokey用来指示编辑下一个画面的停止点 同个影片的手指一出现 他的人位置没有变 但盘子上的饭已经移开了 虽然分量没有明显的减少 但是能够确定这是一个信号剪辑点 除了发现明显的手指信号之外 网友将他的影片放慢 可以看到他嘴巴里咬过的时候 像是要准备吐出来的0.1秒画面 即使许多网友有不一样的观点 认为Bokey编辑影片对观众说谎就是不对 但也有另一派人认为 法律上没有规定不允许吃播主编辑影片 理性的观众认为这些反应极大的人 可能认为Bokey设立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和理想 让观众认为他们吃再多再饱 体重也不会上升 事件过了几个礼拜 Bokey在两天前上传了一部一小时多的影片 里面包含三支影片未剪辑版本 Bokey的声明稿表示 声明一名创作者为了制作一部完美出色的影片 他非常注重声音画面利益的内容 当他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食物卡在嘴巴里面 自己觉得这样的画面不太美观 所以就会经过编辑以增强画面美感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作假 发布了这个未剪辑的影片 除了一些不好看的脸部表情有上马赛克之外 其他没有剪辑 也表示自己会再做更多有价值内容的影片 虽然影片未剪辑 但是网友还是不买单 认为Bokey拖了三个礼拜才将影片上传 而且也不是最受争议性的共察影片 不管如何有网友买单也有网友认为这个声明影片无法证明什么 所以到底有没有假吃只有Bokey跟他的团队知道了 事实上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卫王真的不容易 除了韩国这次事件之外 外国的吃播主也时常被网友抓爆怀疑作假 像是外国一名健身女YouTuber 主打每个礼拜的欺骗日 身形健美体态搅好的她 因为超会吃甜甜圈的文明 每到欺骗日也可以吃上最多一万五千大卡的食物 当她开始创立频道的时候 就有跟观众表态 自己曾经有厌食症和保持的困扰 但是开始接触健身之后 开始了解自己身体所需要的 跟食物建立良好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圈了许多在饮食上有问题的粉丝 只不过最近网友开始不买单 认为她假吃 每部影片都只看到她咀嚼 很少看到她吞咽 网友认为她靠着剪辑以及拍摄手法 像是食物特写或是喝水时 将嘴巴里的食物涂掉 也因为近期被大量网友留言攻击 她也上传了一部未剪辑的欺骗日影片 证明自己的清白 只是吃的食物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比之前少很多 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享受食物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证明假吃的吃播组证据呢 另外一名有正义性的美国网红 也是靠着吃大量食物爆红 某部影片她煮了10包泡面 对她的频道来说分量是正常的 不过当然这么大量的食物也让粉丝开始质疑 她真的有把泡面吃下肚吗 网友开始发现剪辑的地方不太对劲 没看到她吞咽 只看到她大口大口把面往嘴里塞或是拒绝 所以有网友开始在留言区表明想法 因为她曾经在影片上批评假吃的吃播组 两天后她上传了一部生命影片 遭搜尾了一部生命 再次,我選擇把它剪輯出來,因為想看到有多少人會拿到它,甚至看到 我還有一個想法,我們會做什麼Michelle 做的,等一下 我不會推廣這個,我只是說,它會令事情更令人印象,因此她做的 影片內解釋,她沒有抓好食物的份量,所以吃不完 但是想到其他吃播主被抓到把食物吐出來,她也想試試看,自己會不會被抓包 現在真的被抓到了,但是她卻解釋這些剪輯是故意的 只不過就在她解釋曾經的影片,也可以發現許多剪輯點 還是一樣看不到她吞眼的畫面 所以到底是誰在說真話,由你們自己決定? 只是靠吃來賺錢這樣的風話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撇除給大眾錯誤飲食觀念之外,真正問題在許多國家積餓的同時,卻有一堆人靠著吐食物賺錢 你對吃播的看法如何呢?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如果你喜歡這種影片,不要忘記幫我按喜歡和分享,想看更多不要忘記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